第十七章 奇卧 圆傲之主那粗大有力的双臂 其中一个倾着通体暗红色的巨大圆形盾牌 而另外的右手上则是抓着一场柄圆锤 这场柄圆锤通体成青铜色 并且血迹斑斑 长柄很粗 那圆锤更是极大 上面还有着一个个锋利的钉子 后 圆锤上燃烧着火焰 带着无尽微视便到了罗锋面前 连周围空间早就化为了粒子流 罗锋的战刀绝克则是瞬间出销 绝克乃是座山客炼制的一柄巅峰质宝战刀 比当年罗锋和班夫之主战斗时 所使用的血影刀要强得多 一柄好的质宝对实力影响是非常大的 且越是朝质强质宝逼近 差距就越加的疯狂明显 但锋利的刀锋 披在圆锤的长柄上 受到强劲的冲击力 罗锋整个直接在半空中 往后连退三步 才将冲击力完全卸去 而圆傲之主也是朝旁边一侧 连走两步才停下 你 圆傲之主震怒看向罗锋 发出咆哮 你和班夫之主交战 不是施展那最强秘法 才略战上风吗 我关你刚才的刀法 也算不得多么厉害 也就宇宙之主究竟密法层次 怎么可能抵挡住我这随便一锤 罗锋冷笑一声 别废话 随便一锤 那你就拿出你的真正实力来 嘴上这么喊 可实际上罗锋确实很清楚 圆傲之主的强大 自己在金色的国度九霄和二者辅助下 魏交手就已经压圆傲之主一头 所以刚才交手看似相差无几 实际上 圆傲之主的确比罗锋强 和当年与班夫之主交战相比 一 当年班夫之主是仗着浮山海 压制罗锋 占尽优势 二 罗锋当时用的是血影刀 现在反过来 占优势的是罗锋 质宝也变了 即使不靠我为宇宙 也能和圆傲之主拼个不相上下 真是狂妄 不过修炼才十几个纪元 就有这般实力 你也有资格狂妄 可你要知道 在茫茫宇宙中强者交战 可不管你修炼时间长短 我便让你知道 我真正的厉害 圆傲之主猛的一声嘶吼 哄 只见圆傲之主神体周围 忽然出现了耀眼的火焰漩涡 这火焰漩涡就仿佛璀璨的星云 环绕着圆傲之主 而那弥漫开的火焰漩涡 却散发着不可思议的威能 就连罗锋拥有金色的国度加持的九霄河 都是瞬间溃散 好强的威能 罗锋大惊看着远处 那突兀出现的巨大的火焰漩涡 感觉能媲美星河之主 施展的最强秘法黑夜了 红隆隆 美丽 梦幻 璀璨的火焰漩涡 瞬间旋转着收缩 几乎一眨眼 便已经完全汇聚在那巨大的圆锤上 令圆锤上的火焰顿时大涨 一时间 整个圆锤都散发着无尽微能 仿佛是一件巅峰领域类 这一层次的质宝似的 分灭 圆傲之主声音雄浑 蕴含着无尽的杀意 轰 一锤直倒 那有着无数尖刺的巨大圆锤 在火焰笼罩下 都变得带着一丝红色 那圆锤上的斑斑血迹 仿佛被引动了 一股滔天的煞气 更是直接弥漫开 煞气无视一切防御 直接钻入罗锋的体内 开始冲击罗锋的意志 煞 煞 煞 死 无尽怒吼在罗锋脑海回荡 哼 圆傲之主冷酷笑了 在他看来 这个罗锋虽然是人类绝世天才 甚至放眼浩瀚宇宙 都是绝世天才 可是毕竟修炼时间短 才十几个纪元 而需要无尽时间去魔力的意志 恐怕就是一个弱想 他的神锤上催发到 最大威能释放出的煞气 或许对真正的宇宙之主没多大威胁 可对意志弱一些的这个人类天才 恐怕会有大功效 不谈别的 单单能够造成罗锋的瞬间发愣 便能够令罗锋陷入绝地 哼 紧跟着圆锤 倚到了罗锋面前 哗 耀眼的金光亮起 风利而又冰冷 直接正面披在了那圆锤表面 伴随着巨大的轰鸣震动 罗锋被轰击的化作流光 直接倒飞开去 足足倒飞了数千公里才停下 而元傲之主 却是错愕站在半空 挡住了 他的神体也没削弱 元傲之主愣愣站在哪 哈哈哈哈 元傲之主 这就是你的坟面 罗锋哈哈笑着 可实际上 罗锋却是暗惊 刚才那一次交手 即使有九霄和 金色的国度压阵 他自己依旧处于极端烈势 那一招威能 的确大的可怕 虽不如星河之主的终极绝招 却也紧紧弱上一筹罢了 不过和当初 与星河之主交战不同 有金色的国度 九霄和 加持绝克战刀 虽无形成塔 却也让有结甲防御的罗锋 仅仅神体损失万分之二而已 这元傲之主 施展那等最强秘法 恐怕自身消耗的神力 都占据神体万分之一了吧 罗锋暗道 哼 我有结甲护身 想杀我 好 厉害 不愧是人类族群的绝世天才 这才多久 你和班夫之主 一战到如今 一个纪元还没到 你竟然实力又飙升了 在我手下都能不受伤 本来我想仗着神体比你更加强大 耗死你的 现在看来你有资格让我使用它了 元傲之主看着罗锋 那独眼中燃烧着扭曲的疯狂 罗锋暗惊 使用它 哈哈 大话谁都会说 难不成你还有至强至宝 罗锋肆意展开 站在九霄河的河面上 摇看元傲之主 哼 自从得到它 我在宇宙海使用过一次 在原始宇宙 倒是第一次使用它 元傲之主一翻手 手中的那一圆锤瞬间消失 紧跟着一奇异的黑色物体 出现在横傲之主巨大的手掌中 那黑色物体一出现 便散发着无尽微能 好可怕的微能 罗锋一惊 紧跟着便透过早就落下 自己印记的金色蛤蟆 确认那黑色物体 就是此次目标之一 那是木形 那奇物是目标 罗锋震惊了 来到元傲秘境这么久 也杀了些不朽神灵 宇宙尊者 可一直以来 引起金色蛤蟆 双眸变红的 一直都是生命 按照当初祖神所说 遇到此类生命 则是一律湮灭 此次来这 祖神是嘱托罗锋 调查出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罗锋忽然感觉 此次目标源头 很可能就是那奇物 那奇物 仔细看去是一根巨大的黑色木头 甚至都能看到黑色木头 另一端的断茶 黑色木头上的纹理 非常的诡异 仿佛一个个半圆弧 彼此缠绕 形成诡异风格 整个黑色木头 散发的威压之强 让罗锋也不由畏之变色 好强 我见过的宝物虽多 可是超越它的 恐怕也就完全爆发 威能的星辰塔吧 罗锋按道 星辰塔在我手 现如今紧紧催发部分威能 似乎都不及这黑色木头 虽未动手 但是那黑色木头 一出现在圆傲之主手里 自然散发的威压 便已经超越星河之主 拥有的那一对质宝双姐 甚至罗锋 曾见过祖神教双面祖神 使用的那一套巅峰极品质宝 感觉估摸着也要略差一筹 我上次使用 仅仅一招 便另一名宇宙之主湮灭 圆傲之主 抚摸着这黑色木头 这是我在宇宙海绝地中 历经千辛万苦侥幸下才 得到的一件奇物 我会用它 将你这个挑衅我的小子 给弄成碎片 毁掉你这一尊 分身夺取你的质宝 也算对你的惩罚 至于祖神教 哈哈 就算祖神来 我都不去 一个个来吧 遥远的妖族疆域 梦族秘境内 在梦妖族的无尽宫殿 所在虚空 一条蜿蜒的银色大蛇 悬浮在虚空中 遥遥看向宇宙的一个方向 波动 是那股波动 是在元傲秘境位置 难道是元傲之主 得到了奇物 银色大蛇缓缓道 真是白痴啊 得到这等奇物 竟然带回原始宇宙 难道不知道 原始宇宙是 极端排斥那等奇宝的吗 当即银色大蛇 开始传令 天狼 幽魔你们俩 立即前往元傲秘境 一旦遇到危险 我会立即赶来 是 天狼之主 幽魔之主 则是立即领命 这两位都是活得极为漫长的两位 其中天狼之主 乃是巅峰层次 且保命能力极强 幽魔之主也是 同样擅长保命 且是巅峰层次 派遣这两位 擅长保命的宇宙之主 也不过是打个前战而已 竟然是那等奇物 在宇宙海中 都是何等罕见 竟然出现了 虽然那等奇物 还无法媲美 至强至宝 却也算是极端接近 至强至宝 那些巅峰至宝套装 怕都不极其威能 嗯 那奇物一现身 原始宇宙内的宇宙最强者 估计都知道了 还是派遣两名宇宙之主 去先摸摸底 我也能随时瞬间赶到呢 很快 北疆联盟也派出了两名宇宙之主 祖神教也同时又派出了三名宇宙之主 虫族也派出了一名宇宙之主 星空巨兽联盟也派出了两位宇宙之主 一个个超级势力 都派出了宇宙之主赶过去 而背后则是宇宙最强者默默观察 他们都知道 其他宇宙最强者 也在注意这事情发生 反而机械族和人族 人族的巨斧创始者在宇宙海 机械族的父神是在另一个宇宙 都没能感应到 自然都没有派遣强者过去 我会发生了三根宇宙之后 李在宙舍 在宇宙之后 从来也活到了 直到篧尾称宙之后 是地图咨诺的大水 正一样的摆导 尼宙之后